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男學的三星講師博文 今天這部影片要帶來 S23 的完全攻略喔 如果你跟我一樣 剛入手 S23 系列的手機 或者是你接下來想要買的話 可以直接看我們這次完全攻略的影片喔 因為會跟大家分享 非常多你 S23 入手之後的資料轉移 或者是 S Pen 的使用 到相機跟螢幕相關的設定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在下方的資訊欄處 看到我們的章節 可以直接挑選你自己有興趣的部分 去做觀看喔 好的 那大家拿到 S23 手機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就會跟我一樣 把手機打開 當你開機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我們手機呢 一開始的一個很簡潔的畫面 下面就寫著兩個字開始的按鍵 所以當你按下開始之後呢 它現在就有提示說 使用其他裝置設定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用你舊的手機 並且告訴新機 知道是三星的機種 或者是他牌的 Android 機型 甚至你是 iOS 或 iPhone 的用戶呢 都可以直接在這邊做選擇 那如果你之前是拿 iOS 系統 或是 iPhone 的用戶呢 我們的 Smart Switch 裡面 也有支援所謂的 iOS 系統的轉移 一樣是分成有線跟無線 那無線的版本就會從 iPhone 的 iQuad 雲端 它可以直接輸入照號密碼之後 把你雲端的資料呢 直接轉移到新機上 那如果你舊手機的資料 沒有上到雲端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你使用有線傳輸喔 所以有線傳輸的使用方法 跟操作方法呢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拍過影片教學給大家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上方的資訊卡 選擇完成之後呢 這支最貼心的就是 直接有一個 QR code 的選項 所以你直接把你的手機 掃描的情況下 它就自動幫你做配對連結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直接拿起你的舊手機 如果你是三線手機的話 它就有額外跳出一個 設定新機的提示 掃描之後呢 如果你的舊手機是有安全性的設定 像我就有設指紋 這時候它就會請我解鎖 解鎖完成之後呢 新機這邊就出現了 需要連接網路的一個提示 所以現在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機上 連上一個穩定的網路 連接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按下下一步 它就開始在幫你做資料轉移的設定了 在跑完了之後開始 它就會出現這個驗證畫面 這時候它就會請我開始 輸入Google帳號的密碼囉 第一次會有一個授權的選項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 無線跟有線的傳輸 傳輸的時候呢 它會在舊手機上 會有一個授權提示 那你就給它權限 然後它就開始做配對連接了 那等這個進度條跑完之後呢 你可以決定哪一些資料你要傳輸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從自訂的部分 按下下一步 然後這邊手機就會告訴你 你現在想要轉移什麼資料 如果你之前舊手機是三星的 你有使用我們的安全資料夾 它這一次也會在設定上問你 安全資料夾的資料 你要不要一起轉移過去喔 App的部分呢 請大家可以先勾掉 然後我們點進去看 它可以從這邊去指定 你哪一些App需要轉移 你可以透過這邊自己去調整 自己真的用得到的軟體 你再把它搬過去 所以也可以利用這個 一年或兩年換一次新機的機會呢 整理一下你的新手機喔 透過剛剛前面Smart Switch的教學 相信大家已經把資料都完整的翻譯完成了嘛 那設定完成之後呢 其實我們還要針對手機 做一些自己的使用習慣的客製化 如果你今天拿到的是S23 Ultra機型 我們螢幕的解析度最高來到2K的畫質 預設新機打開 它不會是2K的解析度 你可以直接到我們的手機設定裡面去做調整 只需要在你的手機上方 由上往下拉一下 有沒有看到你這個時候 你的右上角 就有一個很貼心的齒輪的圖案 點一下 它就進去我們手機的設定喔 你可以直接在我們的選單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顯示螢幕 顯示螢幕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在這邊看到 我們說的螢幕解析度的選項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透過螢幕解析度 去做到更簡單的調節 你如果對我們家的螢幕啊 那個色彩的鮮豔度 你覺得太鮮豔了 導致你看不習慣的話 一樣在螢幕解析度裡面呢 可以看到一個功能叫做背景效果 點進去之後呢 它可以根據你自己的使用習慣 去調整你要鮮豔色系 或者是自然色系 其實你還可以透過下方的選單 去調整要偏的比較暖色系一點 還是要偏的比較冷色系一些 那當然下面還有一個 進階設定的選項 你還可以個別針對你的紅色綠色藍色的顯色狀況 額外去設定一個屬於自己 最適合觀看的螢幕顏色 所以在新機拿到的時候呢 建議大家先調整對應的色系之後 再開始使用手機喔 螢幕設定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就會針對你的操作習慣 去做一些客製化的調整喔 首先呢 大家用過的手機或許有碰過 返回鍵在右側的 或者是返回鍵在左側的 甚至你之前用的是iOS的系統呢 你可能沒有返回鍵 你是習慣用手勢做操作的 我們這一次手機裡面 有很貼心的設定 可以讓你做調整喔 一樣我們把它往下推 找到我們的顯示螢幕 會有一個功能叫做導覽列 導覽列點進去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去調整 你使用的手勢習慣 所以可以直接透過這邊去選擇 你要改成滑動手勢 你會看到下方有一個更多選項 那你滑動的時候 你也會擔心可能誤觸的現象嘛 所以它也有手勢的感應靈敏度 可以做調整喔 講到這邊 你對我們家內建的導覽列 的滑動手勢啊 可能希望有更多元的操作呢 大家可以到我們手機的 三星的商店裡面 它叫做應用商店 應用商店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直接搜尋 叫做OneHand Operation Plus 這套App 它是針對三星的手機 去做到更多客製化的手勢選擇 所以OneHand裡面 它有分成左控點跟右控點 所以點進去之後 你可以自己選擇左邊的觸控區 去往右滑 要做什麼事情 例如說我可以直接從這邊選 閃光燈啊 多工啊 到我們最常用的螢幕截圖的功能 我們現在直接往右滑動 它就會做到螢幕截圖了 那往右上滑動呢 它就會直接出現 調整音量大小的拉叭 分享完剛剛的導覽列操作之後呢 接下來要教大家 旁邊兩個按鍵的設定了 像智能三星手機都是長按 就是關機鍵嘛 現在長按 它不會是關機的哦 我要怎麼去調整 常常使用的軟體 你只需要在我們手機的設定呢 往下滑 看到我們的進階功能的選項 點下側鍵的按鈕之後 這邊就可以改變呢 你平常使用的開機習慣 像你可以設定按兩下 我要執行什麼 預設我們的手機是開啟相機 那你也可以改成 點兩下開啟LINE 或是開啟Facebook等等 常用的軟體 那你也可以透過長按的方式 喚醒我們一些功能設定 像我們就有支援Bizbit的語音功能 你就可以透過長按的部分 喚醒我們的Bizbit語音哦 那分享完這邊呢 其實我們的手機功能還有非常多 像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進階設定功能呢 我們這次有支援一個 叫做動作與手勢的工具 像平常手機放在桌上 我很常需要呢 一拿起來的時候 螢幕就要自己亮起來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 去做額外的打開 同時 如果你很喜歡我們家之前的 手掌截圖的功能 也是要在這個動作與手勢這邊 可以去做到手掌截圖的操作跟切換哦 那我們講完之後呢 可以幫我返回一下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講一個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用的小秘技哦 這次我們把這個功能 放在我們進階功能的實驗室裡面 你可以在最下方呢看到有一個叫做 滑動取用分割螢幕哦 像我們手機畫面6.8吋這麼大的情況下 有的時候呢 你可能不是只有使用一個軟體 像我常常邊看Line的同時 還需要邊滑Facebook 你就不用這樣子跳來跳去做切換 因為我們開啟這個功能之後呢 只需要用你萬能的雙指哦 由下往上推 它就會直接叫出我們的分割畫面了 可以輕鬆的讓你邊看網站的同時啊 邊開啟蝦皮啊 淘寶去做比較哦 所以這個滑動手勢 開啟分割畫面的功能 也建議大家打開哦 那這一招會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這支S-Pen的功能哦 我們這一次有用S-Pen 做出一個非常有趣的旅遊手帳哦 所以接下來就要來教大家 這個旅遊手帳的功能 利用S-Pen是怎麼樣去做 使用跟設計的吧 大家拿出你的筆之後呢 先幫我開啟我們手機裡面 有一個Sansung Notes的筆記本 然後呢我們的旅遊手帳 可能會需要當地的一些 旅遊的照片或是美食的照片啊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一定會用到的 功能叫做多重視窗 就用我們的雙指直接由下 往上一推 你就可以叫出我們的多工視窗 並且開啟我們的媒體按器 直接挑到你要的照片 然後你直接用你的S-Pen 長按 它就可以直接拖移到上半部 就可以調整照片的位置之外 我們這個筆記功能 還可以透過我們的筆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書寫 繪畫的用途哦 我們可能還需要一些繪畫的功能 所以我這個時候我可以去畫一些 愛心啊 或者是心心的圖案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奇怪我畫出來的好像沒有很漂亮 沒關係 我們可以直接透過手機裡面 筆記本上有一個修正形狀的工具 點下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畫愛心的時候 手機就會幫你自動修成 很美的一個愛心 或者是畫各種圖示的時候 都會自動幫你倒直拉直 讓你的圖像更加的漂亮 有的時候我原本是用藍色的字體去寫 那我發現這邊是特別重要的部分 我想要更改顏色 你不需要擦掉重寫的哦 直接選擇下方的一個 藍色A的圖案 我們就可以直接對著我們想要的文字 去改變它的顏色 所以調整好了之後 我就直接畫過去我要變更的部分 它就會自動幫我做更改色系的動作了哦 我們今年5.1的系統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 像有的時候我們需要一些 去背的一些美食照 因為背景有的時候比較雜亂嘛 甚至我想要單獨呈現美食的部分 我就可以直接找到一個 我要去背的照片 並且對著我想要去背的物體呢 用你的S-Pen或用你的手指 對著那個物體長按 手機就會自動幫你去背完成哦 而且去背完之後 同時可以直接拖移到你的筆記裡面 我們就可以當作貼紙來做運用了 那當然提到書寫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可是以往我們寫字 最大的問題就是 每次都要找那個鍵盤 還要跳出書寫框 其實是很困擾的 所以今年只要你的筆呢 靠近一下你要輸入的位置 你就會發現我們的筆 就會出現一個藍色的筆跡 這個功能叫做 我們家的S-Pen手寫辨識 所以你不再像以前 需要叫出任何的鍵盤 直接靠過去就可以開始寫了哦 我就可以直接上面寫字 寫完之後呢 它就會快速的幫你輸入進去了 同時你的中英文是不需要切換的 可以直接在上面寫中文 寫英文 寫任何的符號 例如說我可能需要標點符號的逗號啊 小號數的符號 都可以直接透過我們的S-Pen去做快速書寫 那你寫錯了也不用緊張 只需要用你的筆呢 在你錯字的部分圖改一下 它就會直接幫你做消除哦 甚至你整行不要畫一條橫線給它 它就可以直接快速的消掉 你不要的文字 那這個功能它是需要開啟的 如果你今天發現 你的筆靠近你的輸入畫面 誒沒有東西不用緊張 可以直接進到我們手機的設定 我們就可以直接找到進階功能 找到進階功能之後呢 點選S-Pen的工具之後 裡面你就會看到我們的 手寫辨識了 就可以直接去做開啟 那我們有了這樣的功能呢 希望大家在用筆書寫的時候呢 反應更快速 那今年不會只有針對內建的軟體 可以使用這個手寫辨識的工具哦 也有支援像是第三方的軟體平台 只要你想要試看看的話 你都可以把你的筆靠過去 它就會出現一個藍色的提示 代表這個App是有支援可以使用的 接下來我要講一下 S-Pen裡面一個非常厲害的工具 叫做智慧選舉 因為這個功能呢 讓你今天在爬一些網站啊 你就可以快速的截圖之外 今年我們還強調可以截取文字 並且可以連結到對應軟體的特色哦 這個是來自日本大阪天王室 一個非常有名的銅鑼燒 我就可以直接點開它的內文 在觀看的時候呢 第一個我就會碰到 它的文章介紹都是日文的 我看不懂 第二個呢 它有寫地址啊 這邊看得出來 大概在哪裡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利用你的S-Pen 點選我們的智慧選舉功能 把你要的範圍框起來 所以我先看一下它這個到底賣什麼口味 我可以先把我要的範圍把它框下來之後呢 你只要按下右下角的T的按鈕 它就會直接出現對應的翻譯工具了 那你的手機呢 只要有安裝Google翻譯的軟體 它就會跳出翻譯的選項 可以去做辨識的功能哦 所以像我現在點一下翻譯 它就直接幫我把菜單做到翻譯的動作了 那甚至呢 如果我們剛剛框選的內容呢 是地點 我就可以直接把地址的部分框下來 然後你會發現一樣 右下角的T按下去之後呢 我們的手機上會出現一個Google地圖的選項 所以當你點下Google地圖的選項之後 它就會自動出現到對應的地點 所以我們只需要按下路線的開始 按下導航 你就可以直接前往那個地方囉 跟大家分享完了S-Pen的智慧選舉之後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S-Pen幾個使用上的小秘技 設定進去之後呢 一樣往下找到一個進階功能的選項 所有S-Pen相關的設定都會藏在這邊 那我們點開了我們的S-Pen的進階功能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最下面有一個叫做更多S-Pen設定的選項 好點選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一個S-Pen解鎖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做開啟 我們就試給大家看一下吧 首先當我的手機有上密碼或圖形指紋鎖的時候呢 就會像這樣黑色的畫面 畫面亮的時候呢 我就需要解鎖的動作 但是呢這次就不用 像你看我點開之後 其實你的手機因為你S-Pen拿在手上 它已經幫你做好解鎖了 那如果今天我只要按一下筆上方有一個按鈕 按一下它之後 我的螢幕呢就會自動進入我剛剛用到一半的一個畫面上 不用擔心每次要開鎖這個問題 操作上會更方便喔 那下面還有一個叫做 遺落S-Pen的時候發出的警示聲 手機就會提示你說你比忘了拿的一個工具 接下來就要講一些相機裡面的小秘笈 首先我會請大家到三星的應用商店裡面 它可以直接找到一套軟體呢 叫做Camera Assistant 就是我們這次的相機助手功能 可以去做下載 那當你安裝好這一套Camera Assistant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相機裡面打開我們的設定 就會看到相機助手的英文 Camera Assistant的選項點進去 它可以關閉我們的剛剛說到的 HDR的光反差的一個偵測 甚至呢也可以把相片 要不要做美肌揉畫的效果去做關閉 同時呢你有時候拍照的時候 手機會自動用演算法去幫你切換適合的鏡頭 可是我們說專業的攝影師 他有對他自己的運鏡想法 我們也可以把鏡頭自動切換的功能去做開啟或關閉 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會在意說 我希望拍照的速度可以再快一點 你可以選擇速度或畫質取得一個平衡 甚至如果今天你很著重於快拍的話 我們也有一個速度優先模式 讓你按下快門的時候 更快速的就可以完成一張照片 那最後呢我個人很喜歡一個就是所謂的連拍功能 你就可以設定這個計時器連拍的選項 我們最多可以拍七張 那當你設定好了七張或是各種張數之後呢 你就可以回到你的相機介面 只要你啟用了我們的計時器功能 我們按下拍照的時候呢 他就會在倒數之後拍一張之後 持續的再幫你重複一直拍到七張為止 所以你的時間可以設五秒到十秒啊 你就可以這個時候擺各種 比夜、比讚、比愛心的知識有沒有 就可以輕鬆的做到更多連拍的一個工作了 像我們這次有跟微軟深度密切的合作 只要你的電腦呢是有支援微軟 Windows 的系統 並且有更新到最新的 Windows 10 或者是最新 Windows 11 的版本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串聯功能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在公司辦公 同時就會像我這樣子有電腦有手機 那每次有訊息來的時候 我說要從手機觀看其實是蠻麻煩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次呢 也可以透過這個 Link to Windows 的功能 讓你在使用電腦跟手機的多裝置切換間更加方便 首先要在你的電腦上呢 會有一個功能叫做手機連結 安裝完成之後呢 他這邊就會有一個提示 教你怎麼樣做使用 那所以我們直接在電腦上點選開始使用的時候呢 他會請你先登錄你的微軟帳戶 所以你的電腦就需要登錄一組微軟的帳戶 要跟手機相同 所以像我們現在就直接點登錄完成之後呢 只要在我們手機上方的選單 下拉下來之後呢 你就會找到一個連結至 Windows 的選項 並且把它打開 這個時候下面就會有一個使用 QR 碼配對的一個功能 按下去之後呢就會出現一個二維條碼 好 出現二維條碼之後呢 你只需要直接開啟手機上的連結至 Windows 的功能 並且按下新增電腦 他就會出現一個掃描的畫面 你就只要對到你電腦的 QR 碼呢 他就幫你自動配對完成了 這個時候呢 有的時候大家會像我一樣工作出外 就是帶著筆電跟手機出去 那我們有時候去到咖啡廳不一定有 Wi-Fi 可以使用啊 可是我們手機都有熱點對不對 以往我們還需要從手機打開熱點 現在呢 多裝置的連結就讓你省掉這件事情 因為我現在可以直接從我的電腦上點開 然後呢 我們點選 Wi-Fi 的選項 你打開的情況下 它就會告訴你的手機有熱點可以去做分享 你要不要做連線呢 像這樣子它就會出現我手機的熱點 那我現在點選了之後按下連線 手機的部分呢 就會自動開啟熱點 然後呢 讓你的筆電直接去做連結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啊 啟動我們一些 手機上可以看到的應用程式 所以像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我手機上的LINE 或是我的 YouTube 等等的平台 我就可以直接在電腦上快速的操作 所以現在連筆電的LINE啊 都不需要另外下載去占掉你手機的空間 或者是呢 我們這個時候在工作的時候 總會有老闆來電嘛 我們也可以直接透過筆電來做接聽電話的功能 甚至也可以透過來電的介面去做撥檔 這也是這次在連結自 Windows 這個功能的優化 而且呢 我們這次可以直接透過這裡 去開啟我們手機的熱點功能 快速讓你的電腦進入有網路的環境 接續你的工作使用哦 SmartSynthel App呢 蠻特別的 它就可以控制我們現在很流行一些智慧家電 像大家家裡可能會有空氣侵應機啊 或者是掃地機器人啊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手機去遙控做開關 那SmartSynthel App軟體呢 其實我們操作配對的模式也非常簡單之外呢 當你有配對的時候 我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快速啟動的秘籍 因為我們這次呢 在上方的選單下拉下來之後 你會看到我們右上角呢 會有三個小點 我們這邊就有一個叫做快速面板配置 你可以幫我把裝置操作與媒體輸出按鈕的選項呢 改成一律顯示哦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直接在我們的手機上啊 點選這個裝置操作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SmartSynthel App裡面 你有連結有登入你三星帳號的 對應的一些設備 同時還可以透過我們這個SmartSynthel App的功能 去尋找一些我們自己的行動裝置 像是我可以去找我有配對的藍牙耳機 或者是我有配對的手錶等等 就可以利用這個SmartSynthel App 輕鬆的找到物品啊 常常遺落的地方掉在哪裡囉 那最後一part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三星的軟體環節囉 那Synthel App呢 其實我們已經運行好一陣子了 接下來我們的Synthel App要改版 要改成Synthel App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平常 身上帶的錢包裡面會放什麼呢 像講是我自己的啊 就會放信用卡 還有身份證 健保卡等等 常常就是這樣一大包的錢包 然後拿到外面有的時候還忘記掉啊 很容易遺失啊 所以今年呢我們要加入非常多的數位化 像現在政府要開始推廣所謂的數位健保卡啊 未來還有數位身份證 其實都可以透過Synthel App去做整合喔 所以在你的手機上 你只要有設定了Synthel App 或者是Synthel App的話 可以直接從我們的手機畫面 下方往上一拉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行動支付 Synthel App就叫出來了 那我們今年呢會在右邊多了一個功能表的介面 所以像大家熟悉的Synthel App的付款卡片 還有會員卡的功能 有很多的一些聯名的廠牌 已經可以直接在裡面做選擇了 那除了會員卡之外呢 大家可能很熟悉的 像是我們有用過一些優惠券 例如說什麼電子票券等等 我們也在跟中國信託密切洽談 要支援他們的電子票券喔 未來就期待 更多銀行啊 也加入我們這個三星錢包的體系 那一樣我們也會支援這個數位鑰匙 可以讓你的手機直接解鎖你的車子 然後還可以發動引擎 不用擔心說我忘了帶鑰匙 那最後呢 我們期待未來也有更多的航空公司 我們會去洽談合作 因為呢像目前韓國自己就有大安航空 他的機票也走到數位化了 我在出關入境的時候 就直接出示我的手機 就可以直接進關出關 所以未來呢 我們加入了更多的一些會員卡的數位化跟整合 希望讓你的手機真的變得跟你的錢包一樣 走到哪用到哪無處不在 無所不能 這會是我們這次在軟體上 Sansom wallet的一個特色分享喔 好 如果你對S23手機入手啊 還有任多任何的問題 歡迎在下方的留言處啊 幫我們做留言 我們都會有專人幫你做回覆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支影片呢 我們就期待接下來會提供大家 更多更完整的詳細攻略 跟實拍的成果囉 所以記得關注我們的頻道 看到更多的新手機的教學操作囉 掰掰